第四件我来台湾之后才知道的事情 那一次我的大陆家人来台湾游玩 他们来接我下班 看到后也是超级震惊的 这都让我觉得超夸张的 这种情况在我们大陆绝对是看不到的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花花 新年快乐 一个嫁在台湾第四年的中国大陆女生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聊天室 今天这支影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哪些事情是我来台湾之前不知道 来台湾之后才发现 哦原来这些地方两岸都不一样 如果不是亲身在台湾生活了一段时间 我想也是很难会发现这些点的 以下呢会分享六件事情 这六件事情呢属于花花的个人主观看法 还是那句话酸民不要梗 刚就是你说的对 那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 爱花三不走 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第一件来台湾后才知道原来两岸不一样的事情 最近的花花超有感 在台湾过新年 除夕夜居然不吃饺子 不吃饺子 那吃什么呢 萝卜糕 过年吃糕步步高升 这道菜是家家户户餐桌上必有的一道年菜了 每到过年期间市场上就会有很多摊贩在卖萝卜糕 萝卜糕呢就是菜头柜 菜头的发音有好菜头的寓意 除了萝卜糕还有常年菜 豆干 对是不是很好奇 为什么过年要吃豆干呢 吃豆干就是台语的做官 这些都是非常有寓意的菜 我每年在婆婆家的年菜餐桌上都会吃到这些 这也让我发现 哦原来我们不一样耶 我在没有来台湾之前 根本不知道萝卜糕是什么东西 在大陆的时候啊 过年我们吃饺子 这是中国北方由来已久的习俗 我们会把饺子包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有的外形很像元宝 寓意是财源滚滚 祈求新的一年可以招财进宝 这是我们的过年习俗 不过今年我还没有吃到饺子 等一下打算录制完影片 给自己下一碗饺子来吃 虽然我已经来到了新的地方生活 在接受新事物的同时呢 当然我也是不会忘记自己家乡的习俗 饺子我很爱吃 萝卜糕也不错 通通给点个赞 你吃萝卜糕还是吃饺子 第二件来台湾后才知道的事情 这一件就比较有意思了 我到现在还有一点不理解 以前在台湾的偶像区里有看到 阿嬷好像是我们口中奶奶的称呼 后来来到台湾生活之后 我才发现 阿嬷有可能是你的奶奶 阿嬷也有可能是你的姥姥 也就是你的外婆 朋友家的奶奶也叫阿嬷 朋友家的外婆也叫阿嬷 连公园里面遇到的陌生老奶奶 也可以叫阿嬷 反正在台湾 只要年龄稍微大一点 通通叫阿嬷就对了 一开始的我不是很理解是因为 为什么大家都叫阿嬷呢 那我要怎么去分辨 这个人是你妈妈的妈妈 还是你爸爸的妈妈 也就是奶奶和外婆之分 我先生很礼貌回答我说 如果真的有人要问 一般他们都会回答说 这是我妈妈那边的 还是爸爸那边的 也没有特别要分是奶奶 还是外婆 是姥姥之类的 在台湾这样的称呼 并没有分得那么的详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一点呢 在台湾还有一种哀叫 阿嬷的哀 第三届来台湾之后才知道的事情 这件事情呢 我自己还蛮有感触的 前几次来台湾自由行的时候 根本没有发现这一点 一直到我后来准备要搬家 从上海来台湾定居 当时我记得我带了好多 生活用品的电器 有我的卷发棒 吹风机 蒸蛋机 还有一个化妆品用的小的小电箱 等我到台湾之后 发现全部都用不了 为什么呢 原来台湾的电压 跟大陆的电压 它们是不一样的 台湾的电压一直都是110V 而我带来的电器都是大陆的标准 大陆的电压是220V 如果要用的话 就要去商店里买变压器 一开始我不知道 想说我的吹风机被摔坏了吗 怎么开到最大的 风还是只有一喵喵 后来还有发现 台湾这边的三孔插座的形状 跟我们在大陆的时候 也是不一样的 像我带来的蒸蛋机 小电箱都不能用 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会和我一样 可能只有来到台湾之后 才会发现这一点 在这里我想要提醒大家 如果在淘宝上买电器的话 一定要注意它的电压哦 第四件我来台湾之后 才知道的事情 我相信很多大陆人 应该是不知道的 我来台湾后的第一年 刚好赶上总统的选举 后来也有经历过 各县市的市长选举 选举的时候 让我感觉到整个街上 还是蛮热闹的 你会看到大街小巷 都会有选举版 参与选举的人 他们也可以为自己拉票做活动 有一次有一位总统的候选人 他的造数活动 刚好在我们公司楼下举行 还没有到下班的时候 我们就听到下面一阵喧哗 非常热闹 周边还有一些美食的摊贩 这都让我觉得超夸张的 这种情况在我们大陆 绝对是看不到的哦 刚好那一次 我的大陆家人来台湾游玩 他们来接我下班 看到后也是超级震惊的 在我们大陆 别说你可以在现场去支持 你喜欢的政治人物 连选举盘你在街上 都不可能会看到 这就是两边体制的不同的 但台湾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没有在台湾生活一段时间 只是在网路上看一些国内的新闻 我觉得会比较难发现两边的不同 没有来台湾之前 我以为台湾的管理 是属于我们中央政府的 关于两边的政治更不用说 我们作为民众 有时候会觉得这种事情 跟我们个人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在台湾之后我才发现 其实不一样的地方真的蛮多的 有时候我也在想如果说有一天 我们在中国大陆也可以看到 竞选的海报 竞选的看板 甚至竞选的活动啊等等 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能实现吗 其实台湾的生活 语言文化啊 与大陆相近的地方有很多 如果你只是来台湾一两次 你会发现台湾有美食 有风景 有人情味 有自由自在 但只要生活久一点之后 你会发现台湾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也蛮多的 这些都确实存在我们的真实生活中 除了以上的这四点 其实我也有发现 台湾的中学生没有发镜 像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啊 中学生不能够烫头发 也不能够染头发 男生的话 头发不可以超过几厘米 会严格的规定 作为学生 你不可以剪什么样的发型 甚至衣着也会有一些要求 但是在台湾 女同学可以穿裙子 女孩子也可以烫头发 如果你喜欢的话 即使是染发也没有问题 看到这样的景象 真的会让人觉得 台湾社会的开放与自由 真的会让人赞叹 有时候太多的禁忌 也未免全部都是好的 它也有可能会去阻碍一些 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 还有台湾原来是有原住民的 这一点我在大陆生活的时候 从来没有听说台湾有原住民 只是会认为台湾人就是台湾人 可能就像香港人是香港人一样 没有分那么的详细 来台湾生活后发现不是这样的 记得赵惠妹来大陆开演唱会 我们只是知道她是少数民族 并没有特别的去强调 她是台湾的原住民身份 后来我才发现 台湾原来有分 本省人外省人 北部人中部人南部人等等 在台湾内部其实分的还蛮详细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好今天的分享大概就长这么多 其实还有很多小事情都是我来台湾之后才发现的 如果大家要对我的频道感兴趣 记得爱花三不走 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好了以上我讲的这六点 大家还有发现哪一些台湾与大陆不一样的地方呢 欢迎写在下方留言区与我分享 也可以把我的影片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我的脸说和IG在这里 大家也可以follow起来 有我在台湾的生活日常 QB已经被我控制住了 我们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哟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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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